进来 经理 我想跟你请假 你怎么又要请假 这不是因为半年前公司的那场事故 把我的腿弄断了 进去医生打电话给我了 说让我准备手术 把腿里面的那个钢筋板取出来 取出来之后可能有一段时间 先不能工作了 所以经理 我想跟你请个假 请你批准 那你这三天了 头就要请假 能干就干 不想干就走人 要耽误大家时间 经理 我又没有说别的 我们工地实行一下工程的时候 突然发生了突发事故 我的腿才造成这样子 这算工伤啊 经理 而且进去医生那边吹得比较急 让我好好休息 尽快准备手术 经理 医生还说了 我再不做手术的话 或者术后不好休息的话 我这点腿 可能这辈子就把不住了呀经理 我们公司都是以业绩为主的 你也知道吧 你现在业绩下滑那么快 想干就干 不想干就走 而且你这三天了就要请假 你让我其他员工心里会怎么想 以后我还怎么管你其他员工 经理 自从我腿断之后 我现在一个人的量 是别人的三倍啊经理 你让我怎么完成 我 这个是 你想干就干 不想干就滚 我什么都不想跟你说了 这不是 哎 你好是财务部吗 我是市场部的小娃 把那个小友的工资结算一下 赶紧走呀 好好好 经理 是 怎么样 我来说 下一条 早 每个人都不想跟他 真的 心里 都不想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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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